在長沙環有一間酒樓坐在這裏 那時是5時30分 5時30分的時候 那間酒樓說我們6時才開 我沒有所謂,反正不早就坐下 誰知我坐著坐著 這個能力包括可以幫人治病 超渡靈界的朋友 或者幫人求問問事 都可以做到 即是各樣的 是的 那你能夠跟靈界交感 跟神明交感 跟神明交感多一點 反而是神明交感 其實我不是很敏感可以 感覺到或者見到靈界 那我全部都是意識 是通過神明告訴我 而我去告訴別人 或者我去處理一些事情 是的 意識就是 究竟那裏有沒有鬼 是不是真的有跟著 是的,譬如一間屋 給我的地址 我請示了 我會收到訊息 就說 有沒有 有多少位 然後我會 做一個隔空的超渡 所有事情 做的 其實都是來自你背後的 眾位師尊的能力 當然 沒錯 我們可以說 菩薩也好 先佛菩薩 或者是神 我就統稱他們做 師尊 所以不是一個 不是一位 很多位 是很多位 那為何會選眾禮 你呢 這個就是 在四年多前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就是 學習那個 顱底骨治療 我想 坊間 有很多 很流行這種 自然療法 是 我其實認識不多 所以我不敢亂說 免得說錯 但是 我的朋友學了之後 他就要練習 他就問我 你有沒有興趣 我幫你試試 我沒有什麼所謂 我說好 試試試 我第一次去他 他有一張按摩床 在家裡 他就叫我躺在那裡 其實那天是早上 早上其實我是睡醒的 應該是精神的 我就很放鬆 躺在那裡 躲起來 其實我只是養神 其實我又不知道他有什麼 做 原來他沒事做 原來他將他的手 放在我的腳踩對上 那個位置 就這樣碰住 我全程是閉眼的 但是我全程也是清醒的 很清醒的 很清醒的 誰知道大概半個小時後 我覺得我的手好像是一個開關鍵 突然間我的手會彈起 遞起了 我當時也會害怕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那個力量不是我能控制的 是他自己用 即是自己彈上 是的 我又不理他 那便有他用 如是者 做完之後 我朋友告訴我 你是動了三個半小時 蛤? 我是在床上 其實他就 局限了在上半身的第一次 上半身他動了 很有趣的 他把我的手 好像別人做 做油演體操也好 或者拉筋也好 或者他把我的頭 總之是給我的感覺 是幫我做拉筋之類的事情 有時的手 就更特別 突然間又會 掩住自己的眼睛 或者是做一個手印 即是像別人扣拜的手印 我都不明白是什麼 但你所知道的 我很清醒的 但我又有他自己用 但那些力量是很強的 不是自己動的 很肯定 做完之後 我朋友都覺得很奇怪 為何你會這樣 那我就 哎 不是我覺得怎樣 我覺得 總之覺得很舒服 你始終是休息 是吧 那我就覺得沒什麼特別 那便不管了 如是者 就做了三次 一個禮拜做一次 那他有沒有跟你說 是有這樣的現象的 他說他曾經都幫人 聽別人 他不是他自己 他說聽過老師 或者其他同學 在台灣有些人 會有動的 所以我覺得 既然有這樣的例子 我又不覺得什麼奇怪 那動而已 我便當運動 我又不理 那他一個禮拜幫我做一次 那我總共從頭到尾 是做過三次 那如是者 每一次都是 這個好像是開關掣 我覺得 雙手啪一聲彈起 那便開始動 那第二次 是會多很多 第三次 呢 連隻腳都動了 那我就 都是沒什麼 我其實 從頭到尾做過三次 那沒事了 問題就是 三次之後 就有些奇異的事情發生 就是 第三次做完那天 我就回家 晚上睡覺 第二早起床 那早起床 我起床 但我懶床 我只是躺在床 休息一下 沒什麼所謂 誰知道 我的手 自己來了 自己來了 當時我嚇一嚇 當時我怕一怕 因為 為何會這樣 那我就怕一怕 但我之後 我就想 好 看看你怎樣 他就 如是者在床 我想動了十多分鐘 動了十多分鐘 那我就 找我朋友 告訴他 我慘了 為何我自己動 不除以機 我朋友說 都不知道 不如你去問問你的老師 或者朋友 你的同學 有沒有人有這樣的 他問了回來 沒有 他說 我也想動 我也要找人幫我做 給錢 他幫你奴隸治療 其實是根骨上的 其實我知道 他意思是 每個人都有奴隸律 奴隸律 其實他可以有治癒功能 他可以幫你自己的身體 裡面有什麼毛病 可以調理 他只不過是幫我們 他給的意念 來開啟你的陸底律 我知道是這麼少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無論如何都好 我自己動了 我又覺得 沒什麼 就是當運動 當時 我每一晚都會有做靜座的習慣 我正坐不是很正統的 我隨便找一張 圓椅子就坐在那裡 那一晚 我記得是九點多鐘 我就坐在那裡 誰知都不夠一分鐘 這個開關制 又動 當時我的反應很好笑 我心想 我還要靜座 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就動不動 那我就不理他 我又定神了 我就不理他 他就一直動 一直動 到停的時候 我就轉頭看一看 1159 11點59分 我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他連續三晚都是這樣 連續三晚他動了兩個多小時 但他很準時在1159停 那我就自己在那裡想 因為我不是很迷信 我也是很科學的 我都要講實際一點 為什麼呢 為什麼停車都是1159的 難道有人在那裡照顧著 是不是 我就不知為什麼 但是好奇的 他動的動作 你是想不到的 因為我已經是一個 不是很做運動的人 我的筋骨也很差 我彎腰也不能碰地 但是 他要我做這些動作 我平時沒有可能做 但是我又不理他照做 原來每晚他這樣做 做到幾點呢 有時候做到晚上兩三點 好了 我們這樣說 理解這些情況 你又沒有抗拒 其實這些情況是 有神力來幫你處理 當時我不知道 當時我有個可能錯的觀念 因為他們經常說 就是學靈修的那班朋友 都是說 我們人有高餓 是不是 你也聽過 高餓 我又不知道是不是 這些叫做高餓 我就變成沒那麼害怕 如果是高餓 就不用怕 我又想著是這樣 但是幫我做爐底骨的朋友 他害怕了 他跟我說 小心啊 Anesh 我們做爐底骨 有個戒心 就是盡量不做channeling 就是跟靈界交感 他就很擔心 我是不是自己做了這件事 我當時對自己很有信心 我覺得我又不會去想一些壞的事情 或者去做一些壞的事情 他除了跟我當作做運動拉筋 我又覺得沒有什麼傷害 我就不理他 如是者 我整個十幾天 每天晚上跟我當作做運動 很有趣的 除了在椅子上做 他可以有辦法 令到你滑在地上 又不會跌倒你 然後呢 什麼動作都做了 可以三、四個小時 慢慢這樣做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好了 直到有一晚了 有一晚 他就沒有跟我再動 我就靜著 真的靜著 突然間 我就做了一個手勢 做了一個這樣的動作 即是好像觀音 不是 他是放在前面 合十 對 合十的動作 當時我就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動作做什麼 代表什麼 突然間我就收到一些意識 我不是聽到的 有些朋友可能會接收聽 但我不知為什麼 是入了意識 但你不敢肯定 意識好像是你自己想出來 你明白嗎 即是你不敢肯定 但很奇怪 他就告訴我 給我的感覺 他就說 我是達摩祖師 第一位就是達摩祖師 後來我跟朋友聊天 有人說 合邏輯 你這樣動作 達摩祖師 是易根經 那我就 我不要理他 根本又沒有叫我去做壞事 我就不理 好了 接著 就收到訊息 就說 給你能力去幫人治療 和超到靈界 那 即是 即是 你聽到 都以為自己瘋了 你憑什麼 我又不是師傅 又不是學過什麼 我怎樣去超到靈界 又怎樣去幫人治療 那我就沒有理 原來就開始了 開始之後 他會突然想起一個朋友 你去幫他治療 幫他治療身體 我就會去幫他 幸好我的朋友信 我知道我不是古靈精怪 就讓我幫他做 當時就是做一些很基本的 好像跟別人做按摩 譬如說 覺得他的頸子有事 我就會幫他出一條頸 都不以為意自己做什麼 直到沒多久 接著 我的朋友 突然患了抹期肝癌 他的樓大概是四五寸大 我就去幫他做治療 做治療 我收到訊息 原來他很喜歡釣魚 他釣魚原來得罪到惡靈 他就得了這麼急的病 我收到訊息 叫他不用擔心 你只要做一件事 你四個月後 這個樓就會消失 那做什麼呢 原來很簡單 叫他每晚念三篇心經 然後桌前放一支水 然後練完三篇心經之後 就請觀音菩薩加持之水 幫他治療他的病 就是這樣喝他的水 就是這樣喝他的水 但我這個朋友 他又不是信佛的 但他又很幸好 他又接受 他又聽 他又做了 四個月後 果然 他的樓 他是做了兩次化療 但做了兩次化療 大家都知道 未必可以醫好一個末期肝癌的人 但他四個月後 他的樓是百分之百膚毀了 連肝酵素和癌細胞都消失了 醫生說無需進行治療 現在我這個朋友已經四年多了 差不多四年了 完全沒有復發 康復得很好 當時這個就是我第一個個案 給了我的信心 原來我不是瘋子 我不是傻子 可能真的有些有趣的事情 我想問他在哪裏釣魚 有沒有說 他沒有說在哪裏釣魚 他不知道 只是我收到訊息 他因為釣魚 惹到惡靈 這就是第一次 靈界方面又如何 有一次 有了這個能力不久 有一次我去深水埗逛街 不知為何發生很多事情 從早五到五時多 我也不知為何在那裏走來走去 後來就想在深水埗吃東西 才回家 在長沙環有一間酒樓 坐在那裏 那時五時三 五時三的時候 那間酒樓說我們六時才開 我沒有所謂 反正不早就坐下 誰知我坐下坐下 突然收到訊息 離開這裏 很陰 那我心想為何很陰 我又不理 我說不要吃了 跟我朋友說下去 下街 然後叫我 一路指揮我 由長沙環道向美孵方向走 走到東京道 然後再往右邊走 走到那邊 我常常在美孵方向走 走到再走 就沒得走 我叫我去哪裏 去到十字路口 突然間我手指 指去斜對面 原來對面有一個公園 我五時多 叫我去公園做甚麼 我就照樣進去 進去 進去 看到公園裏面有一磚石頭 好像那些 裝飾品 我又不知道 一走過去 我就自然 不知為何 對著公園 我就做了很多動作 我覺得難道要我 幫那些公園 開光 開光 或者加點力量 或者做些甚麼 我完全沒有概念 但我就不知為何 做了一輪手勢 那個公園 叫做漢公園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 叫做漢公園 好了 做完了 我就沒事了 晚上照樣睡覺 但睡到半夜 突然間 我 在這兒 自己在這兒 在這兒 在這兒 突然間 原來是靈界來找我 原來 我今天去的地方 神告訴我 你知不知你今天去的甚麼地方 我不知道 那個是 前身就是李正屋古墓 原來那個漢公園 前身是李正屋古墓 原來那磚石頭公仔 類似石錦當 有很多靈體 原來是鎮壓著一個洞口 但已經鎮壓不到 所以為何我在長三環道的酒樓 私磚告訴我 很陰 我想那些靈界已經走到到處都是 我猜一下 我看不到 感覺不到 做完了之後 後來我就起床 出廳裡再做超渡 那些朋友原來是遲離了 遲離了 他們想超渡 所以就來了找我 我就照樣做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 我就 沒有了 看完了 是啊 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這麼多 這只是恐怖在線 和汪萊巴佩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佔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 一個月六十萬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 加上汪萊巴佩 一個combo 還有 也可以上課在mmp.com 加上我們Bitback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 到後不到快 同時都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按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